钥匙在我家 欢迎朋友们 欢迎到的是韦华的幸福生活鬼 钥匙在我家的单元 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 与台北市钥匙工会 共同制播 由台北市钥匙工会的钥匙们 为大家在用药安全 药品知识 药品新知的部分 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钥匙工会 钥匙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 也是药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 医院钥匙委员会的委员 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 钥匙照顾组的叶绝荣钥匙 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化解糖糖危机 糖尿病正确用药与自我照顾 绝容钥匙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 欢迎绝容钥匙 我们今天要进行主题之前 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 还有绝容钥匙 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 阿新今年40岁正值壮年期从事销售业务工作 下班后常常需要和客户聚餐应酬 饭局拼酒是家常便饭 喝进去的酒比吃的饭饭要多 为了业绩忙碌于工作根本没时间运动 这一天阿新与客户吃晚餐 美酒配交谣酒过三巡香坛甚欢 在酒汗耳热之际依序的散场回家 阿新喝了不少酒 他一回到家就冲到厕所狂吐 之后就不生酒力进房间倒头就睡 隔天妻子发现阿新怎么叫都叫不行 紧急的送医 经过医师诊断发现是糖尿病高血糖症 合并铜酸中毒 紧急处置之后就会一命 阿新这一次因为糖尿病高血糖症 合并铜酸中毒导致昏迷 你呀在急诊室的血糖值高到537耶 还好经过医师紧急处置之后 目前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你之前都没有糖尿病就医的记录啊 钥匙 上次公司安排的健康检查 阿医生是有跟我说什么血脂及血糖素质都有高一点 请我要到医院做记忆部追踪 阿我想说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就没有理会了 倒是最近觉得比较容易口渴疲倦 而且体重也掉了不少 我还以为是我工作太累 超到减肥成功了嘞 其实啊你每天饮酒应酬的生活形态就不太健康了 高油高脂重口味的饮食 再加上啊大量酒精的摄取 导致你的血脂跟血糖异常 本身就是代谢症候群的病态 异常口渴 疲倦以及短期体重大幅降低 这些啊都是糖尿病急症发病的高危险症状 血糖过高导致的昏迷是有可能会造成器官衰竭危及生命 你之后一定要好好的配合药物治疗 把糖尿病控制稳定 好的谢谢药师 好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有一些的迷思 这个高油高脂血脂的异常和糖尿病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等一下在绝容药师的一个分享当中 要一一的来告诉大家 不过呢我们先请绝容药师来告诉一下 控中的好朋友们糖尿病有哪些的类型呢 糖尿病其实它分成三个形态 那第一个第一型糖尿病的话呢 它大概占全国离病人口3% 那它主要是因为先天的免疫系统 被那个有一些缺陷啊 然后导致一张工厂呢 它就遭受了这个自己的本身的攻击 然后就失去功能 那这个大概很年幼的时候 大概就会发病了 那就通常就是看到 那个从小时候就要打胰岛素的这一类的病人 它就是先天型的糖尿病 但是这个占少数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糖尿病都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它大概占了95% 那它主要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它其实身体的器官组织 因为内脏脂肪的包覆 尤其是这些三酸甘油脂 那它把这个内脏包覆起来之后 造成这个我们胰脏制造的这个胰岛素药室 没有办法去帮普奥糖开门 那这个普奥糖就没有办法顺利的 进到我们的肌肉组织去利用 那这个大概就是会造成这个血糖 就是糖分一直堆积在血管当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它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比较容易发病的 大概是在40岁以上的这个中尿年人 但是最近其实年龄有下降的趋势 那大概跟我们的饮食文化的改变是有关系的 那其他的糖尿病大概占2% 它主要可能是一些药物或环境的影响 这个是比较少部分的 那还有一个要提到的就是认诚期的糖尿病 尤其是现在比较晚婚 那生育的年龄也都是往后延长的 那越往后的这个高龄的产妇越容易发生 就是在怀孕期间 它的这个荷尔蒙分泌是异常的 它会去干扰到这个胰岛素的一个作用 那导致这个血糖在怀孕期间是升高的 那这怀孕期间的高血糖症 不只会造成这个胎儿体重过重 还有后面的发育迟缓等等这些问题 那这一些认诚期间发生高血糖的这个孕妇 他在之后大概还会有50%以上的机会 会进展到第二型糖尿病 那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议题 是 这个比例很高 特别是我们的第二型的糖尿病占了95% 所以绝容药师也就是绝大部分 我们现在的朋友罹患糖尿病的朋友 就是第二型糖尿病对不对 对 大部分几乎都是 而且很多都是吃出来的 跟我们的油脂都有一些的关系 它让我们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正常分泌了 所以像我们剧中的阿兴 他就是第二型了 对 非常典型的第二型 那剧中也提到了代谢症候群 哪些的状况就是属于代谢症候群 它和糖尿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事实上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的前期 那它就是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那这些异常的话 大部分的病人都伴有中心肥胖 或腹部肥胖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主要可以从那个腰围上面来做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依照这个WHO的这样子的一个 代谢症候群的诊断标准 第一个就是男性腰围大于90公分 女性大于80公分 然后再搭配有一些三高的这一些前期的一个症状 然后包含一些素质的异常 那可能还会合并一些高尿酸啊 还有这个凝血异常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这些就刚刚提到这五项危险因子 合并有三项以上 尤其是那个肥胖这个部分 然后再搭配可能三高的其中的一两高 那这样子的话就成为代谢症候群 那近几年大概根据研究的数据显示 代谢症候群 它会增加二到三倍的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有三到五倍的这个风险会转变成第二型糖尿病 所以事实上第二型糖尿病在台湾的人口比例是逐年上升的 那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死亡的风险 包含就是脑血管疾病啊 在年老的时候会出现脑部萎缩啊 还有这些失智或忧郁等等这些症状 是所以脚龙药是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来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因为它导致的问题还蛮大的耶 你看这个代谢症候群 就是属于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前期的时候 我们都叫做代谢症候群嘛 像我们今天剧场当中的阿兴 它所以它目前的状况也就是属于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前期 对不对 它事实上它这样子经过这个高风险发作之后 它已经进展成第二型糖尿病 哎呀好 不管怎么样 就算进展成为糖尿病 都还是要这个控制血糖非常的重要 而且刚刚我们的绝容药是分析了 它罹患心血管的一个风险也是蛮高的 然后呢 如果你的代谢症候群 也就是第二型糖尿病的前期 你没有去注意的话呢 它是有3.5倍到5倍的风险 它是会变成第二型的糖尿病 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 那另外呢 也有研究指出代谢症候群 可能会导致脑部的萎缩 有较高机会出现的是失智的风险跟忧郁的状况 所以它影响的层面很广耶 剧容药是 事实上它的并发症很多 对 那主要管征核心的问题没有控制好的话 就会导致后面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病人 他的生活品质 甚至于活动能力等等 是 所以我们如果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的 这个前期的时候 也就是代谢症候群 我们一定要先控制好 不要演变成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 对不对 事实上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要认识一下了 这个代谢症候群 为什么会演变成第二型的糖尿病的原因呢 剧容药是 其实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 大概就是糖蛋白质脂肪 那进到身体里面的时候 会经过我们的肝脏去调配 然后让身体的各种肌肉细胞啊 还有器官可以得到各种的营养素来源 那这个之前其实有提到高血脂症的时候 肝脏会负责把多余的糖分库存起来 然后会去用脂蛋白去 脂蛋白卡车去把这些胆固存啊 三酸甘油脂去做一个分配运输 然后去利用 那我们肌肉细胞利用营养素的时候 最主要还是糖分 因为糖分它虽然分解的过程很复杂 但是呢细胞能取得的 从糖这边取得的卡路里跟热量能量是比较多的 那而且呢它利用完之后呢 这个糖分就会分解成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我们可以用呼吸把它呼出去 然后尿排出去体外 所以对身体没有什么毒性的累积 但是呢这个相反的 像三酸甘油脂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作为替代来源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运动耗能的时候 或者是说身体快速的 有能量在流失的时候 它会转变成分解 这个三酸甘油脂作为替代能量 那这两个其实是交替的 糖分跟三酸甘油脂的利用 但是分解三酸甘油脂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产生一些副产品酸 那这些酸性物质呢 会影响到这个 比如说神经啊 还有这种肌肉细胞会造成一些发炎状况的一个形态存在 那所以呢 对于肌肉细胞还有神经这边的话 其实它会长期会有一些毒性的累积 所以它只能做短暂的利用 让身体可以快速的获得能量 那最主要还是要利用糖 那我们就要提到糖怎么运输的 那事实上食物从吃进来的时候 它是大分子的糖 那经过我们消化到之后 它切割成很小的 可以在血管中运输的这个分子叫葡萄糖 那这葡萄糖呢 要进到肌肉的细胞里面的时候 要靠我们胰脏工厂的β细胞 这个工人 他要制造这个胰岛素钥匙 来帮葡萄糖开门 那这个胰岛素钥匙如果不够的话 就像第一型糖尿病 它就是先天的这个免疫缺陷 所以呢就完全没办法制造 那这个胰岛素钥匙就没有功能了 那就是产量不足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第二型糖尿病 根本不是胰脏功能坏掉 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些高油高脂的饮食 再加上尤其是酒精 它代谢之后就会变成大量的酸酸甘油脂 那这样会去包覆内脏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脂肪肝啊 或者心包油这样子状况 那其实也不止这两个器官 所有器官外面都包覆着这一层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个葡萄糖钥匙 要去开的那个门锁 周边的这些细胞门锁就把它封起来了 那就会造成这个 一张的这个胰岛素钥匙 根本没有办法作用 这有点像是那个我们的钥匙孔有没有 被人家那用什么胶粘柱的概念 对对对 插不进去了 对所以呢这样子长期下来的时候 一张工厂根本不知道是 因为钥匙孔被封住的关系 所以他就每天 本来正常我们是三餐进来的时候 他才要大量开工制造这个胰岛素钥匙 可是他会变成24小时 他要不停的加班 然后制造很多很多的这个胰岛素钥匙 可是都没有办法作用 那久了之后 我就会问病人说 那这样子接下来会变怎么样 那当然就是这些加班的工人很累啊 那就会开始有人开始地磁层了 那所以胰藏的β细胞功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就造成整个的胰藏工厂的产能不足 这是后面才产生的 罢工了 对那最后就会造成整个胰藏的衰竭 那这样就等同于就很接近第一型糖尿病就完全没有功能 是 这样子大家有听懂对不对 我觉得绝容钥匙我印象当中 你每次都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运送这些的一个胰岛素糖分对不对 然后那个钥匙打不开了 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好像胰岛素不足耶 他就一直分泌一直分泌 事实上他分泌再多 可是他传输不出来 对不对 这种概念 对 所以这是吃出来的耶 对啊这是吃出来 其实第二型糖尿病最大的因素就是 吃多喝多但是运动少 哦好所以你所有的那个器官都被这个高油脂 高油给包覆住了对不对 嗯好这时候呢我们刚刚绝容钥匙有提到 这时候我们的工厂的工人呢他就会罢工 罢工之后呢我们工厂就会倒闭了 对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恶性循环 那就是连接到我们糖尿病一开始 这个阿兴的这些症状 哦那大部分的这个糖尿病症状 典型的就吃多喝多尿多 嗯那这是怎么来的 因为以这样的我们周边的器官 因为这些油脂的包覆阻塞 那就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能量 因为钥匙没办法开门 嗯那这时候我们身体当然就会觉得饥饿 所以呢糖尿病的病人呢 到后面他就一直想吃东西 那吃东西只是要补充他的能量 但是这些蒲药糖都带不进去 那就累积在血管当中造成很高很高浓度的蒲药糖 就造成高血糖症 嗯那这高血糖症很浓很粘稠的 这个蒲药糖液在血管里面流动的时候 流速会变慢 再来呢就是他因为缺水所以呢 黏稠感会把周边的这一些器官的水分 一直往中间的大血管集中 因为要稀释这些很黏稠的葡萄糖液 嗯那这周边的器官就处于缺水的状况 那病人就会觉得口干舌燥 我要一直喝水 但是一直喝水也没办法达到解渴的这样的症状 这就是糖尿病的快发病的这个前期的这些症状 是那这些症状其实病人很容易忽略 那当然喝了很多水之后呢 就会到肾脏那边就一直跑厕所 所以吃多喝多尿多的症状是这样来的 嗯那菊荣药师 那变瘦的状况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多了嘛 对 是不能吸收吗 变瘦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周边的器官 其实本来吃进去的能量 应该是可以补充他的 但是都进不去 所以呢这时候体重会有快速下降的一个状况 那我遇过有病人 他大概在一个月有掉7公斤 甚至于8、9公斤的都有 那这个真的不是减肥成功 他就是糖尿病的急性期快发作了 是 那事实上这时候他血中的糖分含量已经很高了 就像那个阿兴他的那个 葡萄糖可以高到五六百 嗯 那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状况 因为你血中的这个葡萄糖浓度这么高 但是病人是没有什么病逝感的 那等到他已经浓度高到 就是血液流动很慢 那这些补充机制都不通的时候 他就直接昏倒了 那这昏倒的状况是他周边的器官又脱水 所以很容易造成器官衰竭 所以通常糖尿病的急性症状送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赶快去输点滴 要赶快去抢救 就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几率造成脱水 然后电解质不平衡 然后就造成心脏衰竭啊 然后甚至一些器官衰竭就死亡 是哇这是会造成生命危害的一些的影响哦 所以菊龙药师如果有体重急速下降的情形的时候 这是一个警讯是不是 对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像癌症也会 所以体重异常的短期下降真的 不要太高兴要赶快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是所以刚菊龙药师有提到 那个血糖值不稳到高到非常离谱的时候 那个疾病发作期的时候会造成致命上的一个影响的耶 所以糖尿病的部分他一定要治疗 如果不治疗的话 他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对那就是可能他后续还会导致一些 刚刚提到的各种病发症 因为血管不通 那开始就会有小血管的病变 那小血管的病变其实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后面 其实靠威胁管球去供应养分的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很容易造成黄斑部病变 然后导致失忆模糊或失明的状况 那比较后期的状况都不处理 就会产生这些比较严重的状况 那包含肾脏这边肾功能会恶化 所以糖尿病有很多到后期变成慢性肾脏病 那再来就是比较跟死亡的风险 比较有关系就心血管疾病 像冠心症 那急性心肌梗塞 脑中风等等 那这一些就比较偏大血管的这个病变 那这也是糖尿病和病症 有高死亡率的一个原因 是 我印象当中就是糖尿病的病患 他们定期都要做一些抽血检查 甚至要跨科做那个眼睛的检查 这是避免预防到那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对一般来说有发现已经诊断是糖尿病的话 我们希望为什么是三个最少三个月要回来看医生一次 就是要做这一些血液检查 还有相关的一个器官的一个看有没有一些病变的一个检查 是没错 另外就是绝容药师 如果以我们的今天的情境小剧场阿兴的故事 他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血脂跟血糖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他还在前期是属于代谢症后群 如果那时候可以控制好的话 他有意识到他有病逝感的话 就不会走到第二型糖尿病了 对其实很可惜的是通常我们在做一些社区筛检的时候 有这一些血脂异常或者是血糖异常的状况的时候 就应该要回诊就医 那提早发现这个问题 事实上有一些早期的 基于说生活饮食的作息调整 这些如果可以及早实施的话 甚至于用一些比较轻的初期的药物 那去做一个控制的话 其实那时候还没进展到糖尿病的时候 是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素质逆转回来 把疾病控制在一个还没 就是所在代谢症候群的前期 不要进展到糖尿病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所以控制的好朋友们 每次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那些的数字啊 红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它是有意义的 对千万不要忽略它 没错 那绝容药师在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药物的部分 还有注意事项 我们也来做个提醒 现在其实药物有很多新型的药物被研发 那早期当然会是 就是大家最早医师他一开始会开一个 所谓的原厂叫库鲁化钉 他是帮助这个 就是刚刚说的油脂包覆在内脏的时候 他把这个内脏包覆的油脂清除的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医生一定会开的第一线的一个治疗药物 那把这个药室孔排开之后 这个胰岛树药室就可以顺利作用 这是第一种药物 那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它去从那个 我们食物进来的时候是大分子的糖 那经过消化道的时候 要分解成葡萄糖的时候 过程还是有一些 就是阶段流程 那这个药物就把它让这个大分子的葡萄糖 延后把它切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大分子的糖延后切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那这样子就可以延缓那个饭后的时候糖的吸收 让饭后血糖不会升得太高 这是第二类的这个药物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前期可以治疗的药物 那当然已经影响到胰藏工厂运作 开始有胰藏的β细胞工人罢工的时候 这时候早期其实没什么药可以选择 它会选择一个那个西黄胺类的这个药物 直接作用在胰藏工厂 或者是类似就是随餐服用比较短效的这一种 它就直接作用在胰藏工厂 我都叫他进胰藏工厂去督工的这个工人 那个工头 它就是督促工人要多生产胰岛素 但是其实你的工人已经变少了 那这样有点变像压榨 就是在这些工人加班 那早期没有选择的时候 大概会选择这样的药物去做控制 那但是现在其实有一些新的药物 它是去做酵素调控的 它从消化到这边 那去调控这个消化酵素 当我食物有进来的时候 它才从这个肠道这边下命令给胰藏工厂说 哎你要开工制造胰岛素 这比较接近我们的一个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这种新型的药物被研发之后其实就很方便 它只要在早上吃了或打一个针 那在那边等 那等我三餐有食物进来的时候 它才下单给胰藏工厂说哎该开工了有订单到 这接单生产的概念 那这样子病人也会方便很多 就是一天一次那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把药吃了 而且呢 这一类的药物它有减重的效果 然后同时它有一些心血管的保护效果 跟一些肾脏的保护效果 所以呢 这些药物新型的降血糖药物 在这几年其实大量的被使用 那当然最近很缺药就是这个药物 它就是减重针 所以现在新型的药物它就是不只是控制血糖 它可以控制体重 对不对 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但是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 这个其实它药物本身是针对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研发的 那如果本身就是已经很瘦的病人 事实上真的不要去打这个针 因为其实它还是会调控我们的内分泌 所以呢你这个针打下去原本正常的内分泌 受到这个针的干扰的时候 事实上长期下来会不会有什么病变 或并发症的影响 真的是不知道 这要靠时间累积 因为这个药上市的时间也不算太久 是了解了 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的药物 是由我们的医师根据我们的病患 他的一个血糖控制的状况 跟身体的状况去做一些的判定 对 那最后还有一类就是那个叫排糖药 它也有减重的效果 那它就是把糖尿病的病人 其实它的普遥糖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 那就干脆把这一些多余的普遥糖 从尿排出去 那我们就简称这类药物叫排糖药 它也是一个新型的这个口服的降血糖药物 是 那它本身其实也是有心脏保护作用 跟肾脏保护作用 所以这两类药物其实现在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主流 尤其是合并有心血管疾病或肾脏病的病人 大部分会采用这种新型的口服降血糖药物 或者是打针的针剂来治疗 是 其实随着我们的医药的一个研发 其实药品越来越多新型的药品 是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就算生病了 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或身体的健康更顾虑到 对不对 更照顾好 对 那最后就是传统的胰岛素 要不要使用 当然病人他都会希望说 我拖到最后再用 可是事实上呢 这个取决于你一张工厂还有多少工人 那其实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你自己的一张工厂 还可以在有限的工人之下 可以顺利的运作的话 事实上可以接受医师的一些建议 它的胰岛素有分长效跟短效 长效针其实就是跟我们进口物质一样 现在缺蛋不是要进口鸡蛋吗 那所以呢 我们缺胰岛素的时候 事实上就等于从外面补充胰岛素进来 就是进口胰岛素 那可以进口这种长效的胰岛素 去稳定你的基础血糖 那这样子晚上打 在睡前打一针 那让夜间的时候 你的一张工厂可以关门休息 那白天的时候 我们在用口服的降血糖 要请他开工就好了 这样反而可以让这些工人 可以留职留得更久 然后可以帮你持续的生产制造胰岛素 是 所以绝容药师也就是现在的糖尿病患 还是有很害怕 好啊我要打胰岛素 他就会担心以为自己的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不好了 对不对 对 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工具 就跟我们缺什么的时候 我们靠外面进口什么 这样子的概念 那只是说他打针的时候 你要克服那 当然就是要克服打针的那个恐惧 那事实上现在针头都很细 而且还有自动注射的这种功能 不像早期很传统 自己擦进去 对 其实他有自动注射针头等等这些功能 或者是说他的针非常非常的细 进去之后其实打肚皮 其实感觉就比蚊子钉还轻微 所以事实上疼痛感是非常低的 但只要正确的注射这样子 是 那我们最后再请绝容钥医 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个提醒 所以糖尿病的血糖要控制好 以药物治疗来说 口服药物再搭配我们的胰岛素 它是比较理想的吗 绝容钥医 就是其实要看你的病程进展状况 那如果你的胰仗工厂的制造能力 真的非常低的话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口服药搭配胰岛素的方式 这样才能补足你身体的需求 那当然比较前期的部分 早发现就有更多的药物可以选择 而且现在我刚刚说的那个酵素调控的药物 它本来是针剂 后来现在也有研发出口服的 那所以我相信未来可能有机会 胰岛素也可以克服这样的状况 就也许不用打针 那这个又更方便 那这个就期待未来科技的进步 但是原则是糖尿病要尽早控制 尽早治疗 因为不治疗的话 后面刚刚提到就很多的心血管疾病 还有慢性的这个小血管的并发症 那甚至于 即使大血管病便没有取走 那个病人的生命 那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慢性的疾病要面对 包含肾脏的恶化 洗肾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越早控制 其实对病人的生活品质是越好的 所以前面就是饮食注意 再来就是运动 这两个是控制糖尿病的不饿发门 那再来才是药物的辅助 是除了药物之外 绝对药物是最后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而且是育重心肠啊 饮食的控制 还有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再服药的话 一定要规律的用药了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绝容药师的分享 不要忘记要持续的锁定的是 每个礼拜二 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 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 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 药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 也是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药师照顾组的组长 叶绝容药师的组长